它其實呢本身就是一個雙層的一個特色 然後裡面它其實就是可以拆開成內杯跟外杯 然後它這個材質呢 是最近很流行的環保Ecosm的材質 它本身是耐高溫、耐酸鹼、耐衝擊、不易刮傷、不吸味、也不易染色 所以你裝什麼飲料其實都還蠻適合的 除了我們在現場看到這些顏色以外 它產品總共有六種顏色 所以說呢它的外杯跟它上面的蓋子呢 你都可以自己去搭配你喜歡的顏色 今天的最後呢有大家期待的抽獎時間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後 並且要開啟CC字幕哦 哲哲開箱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的是 something 隨心杯 你現在有環保杯嗎? 如果你是喜歡喝手搖飲料的人 或者是平常會買一杯咖啡的人 那你平常一定會想要有一個環保杯 現在如果你假如自備環保杯 去各個飲料店呢都可以折價 聽說是最多有折到25塊啦 但基本上都可以折5塊錢 所以說呢我們身為一個就是環保 然後又愛喝飲料的人 我們通常都會自備環保杯 環保杯呢它通常都是那種 單純可以直接這樣子飲用的 那現在呢越來越多的環保杯 像是我們今天的隨心杯呢 它就有再加這種可以去伸縮的吸管 所以說呢其實對於我們這些 很愛喝飲料的大眾而言呢 是非常方便的 那我們今天要來介紹這個 something 隨心杯 因為它其實造型非常的可愛 那它其實呢是真正的 MIT 設計跟製造的 那這個產品呢從去年的1月呢 開始做市場調查 一年前呢開始做3D設計 然後現在正式的開始量產 那我們現在來看它的外觀 它的杯蓋呢跟杯身都是這樣子 蠻文清風的一個感覺 色彩都是比較採用這樣低飽和的 然後一種就是日系清新的感覺 然後它的杯身還有這種枝條紋的設計 摸起來還蠻舒服的 然後在側邊呢它會去做這種透視的設計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你的飲料 所以說如果你買一些什麼 什麼皮茶 牛奶啊 或是什麼一些漸層的一些fancy的飲料 你都可以這樣子透過這個杯身直接看到 那我們剛剛有就是先出外景去買飲料的 然後我們這邊就有珍珠奶茶 然後就有一個漸層色 然後我剛剛那個搖太大禮子 所以它的漸層有點不見了 Sorry Sorry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巴勒紅茶 整體而言都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它的顏色 然後呢它這邊都有在去做這個提把的設計 所以平常就可以這樣子拎著帶走 其實產品很方便的 除了我們在現場看到這些顏色以外 它產品總共有六種顏色 然後呢它的最大特色就在於說 你可以自己去更換然後搭配這個顏色 好我們來看一下 它這個打開呢 除了我們這邊有一個吸管 然後呢裡面它其實就是可以拆開成內杯跟外杯 然後它外杯呢我們來看一下 它其實呢本身就是一個雙層的一個特色 然後下面呢有這個止滑套 所以說呢 你有這個外杯啊 那你裡面的那個飲料就算很冰 然後它會有些水霧嘛 那也都不會就是直接就是透在外面 因為它的外杯就是直接這樣子 嗯...隔絕了它這部分的水氣 所以說呢 它的外杯跟它上面的蓋子呢 你都可以自己去搭配你喜歡的顏色 你也可以加購這種純透明的外杯 那它看起來就還蠻酷的 那它的內杯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是這種弧形的設計 所以說它比較不會有一個那個邊邊的絲角 然後可能會卡一些什麼野果啊 黑糖啊 然後在地面 然後它整體而言 它的杯口也很寬 是很好這樣子輕鬆的清洗的 那它的吸管呢 就是你在使用的時候呢 它也其實可以很輕鬆的去接觸到它的底部 然後它這個材質呢 是最近很流行的環保Ecosm的材質 它本身是耐高溫 耐酸鹼 耐衝擊 不易刮傷 不吸味 也不易染色 所以你裝什麼飲料其實都還蠻適合的 那我們實際就是拿來裝飲料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還蠻漂亮的 剛剛我放了一段時間 但是它整體的那個水氣比較不會透出來 那它整個容量呢其實很大 大概有750ml 所以你在外面啊就是買的那種中杯大杯的 基本上都可以裝得下 飲料店一般大杯的話 可能是700ml吧 所以750ml算是綽綽有餘 你還可以再加冰加到買 那大家買這種環保杯呢 最在意的就是它這個水壺 到底是防不防漏嗎 那不然我可能放在書包裡啊 它可能就是 卡拉卡拉卡拉就漏出來的 那就會覺得很麻煩嘛 所以說它這個杯蓋呢 都有去設計這種矽角圈 可以有效防漏 那我這樣直接倒過來呢 它也會很穩的不會漏 那如果我想要喝飲料呢 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打開 然後就可以直接飲用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吸管的話呢 它其實也有吸管可以做搭配 它吸管有這樣子粗細兩款 粗的你就可以吸珍珠啊椰果 那一般的這種茶類呢 你就可以直接用細的來飲用 它的吸管本身呢 這個材質呢 跟它的內杯一樣 都是Eccleson的材質 然後下方呢 是這種彈性的設計 所以說呢 如果你使用這種吸管呢 那你伸到底部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去吸到就是各個的料 那它這個軟管的設計呢 也可以讓你很方便的 把這個吸管直接收納在你的杯子裡面 我現在直接拿出它的內杯來適應一下 所以說我平常那樣子也用嘛 那你看我這個都可以直接的攤平 然後吸管是在這裡 我可以直接這樣子喝 但是如果我想要把吸管收起來的話呢 它就可以直接這樣子塞進去 有沒有看到它這邊呢 就會有一個凹折 所以說我這邊的蓋子 就可以很輕鬆的這樣直接蓋起來 那平常我們是會搭配外杯即使用啦 那我只是為了示意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實際拿這個吸管來喝飲料 好 那我現在呢 就把它這個吸管收起來 那如果我要喝的時候呢 打開 它的吸管就會直接挑出來 然後如果手就不會碰到吸管 所以其實還蠻衛生的 那如果我們要帶出門的時候呢 雖然它本身就是已經蠻防漏的 但是如果我們要再確認它的防漏程度的話呢 它這邊呢 會有一個安全卡順 所以說呢 可以這樣子稍微這樣拉開 它就會保護這個開口呢 不會被我們嘴翼這樣子勾開 然後它的杯蓋呢 設計也是非常的簡潔 它沒有很多特殊的一些花紋啊 凹槽 所以清洗上面很方便 然後它這個矽膠圈呢 也是可以拆開來的 那大家就是在洗這個矽膠圈的時候 最麻煩就是在那邊摳摳摳摳半天 那它這邊有一個拉環設計 所以我就可以直接這樣子 輕鬆的這樣子拉開來 好的 到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也要抽出一位幸運觀眾 就可以獲得我們這個 Something隨興杯一個 那怎麼抽獎呢 老樣子 我們就是要訂閱我們的 嘖嘖開箱這個頻道 然後在下方留言區呢 hashtag嘖嘖開箱 然後告訴我們 你最喜歡這個環保杯的哪個特點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囉 大家下次再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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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